昨天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 首次突破了1万例 总数达到了13,354例 3月以来这波的疫情 总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了7.3万例 奥米克隆变异突出 传播速度很快 隐移性很强 目前上海的疫情还在高位运行 形势极其严禁 为了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在4月4号启动了全市核散的筛查 到今天4月5号的8点 全市共采样了2566.5万人 242.7万管 已经完成检测了192.5万管 区域的样本还在检测当中 这次核散筛查结果出来以后 我们将组织专业力量 扎紧对疫情进行分析研判 尽快明确后续的防空措施 并及时公布 然而来